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溜达 溜达 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是烟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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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是不是在做一个展览 这有个展览 看你生物的摄影 李高平作品 我的地盘 什么 他的题目叫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 陈落的飞机 海底 都本地人 都是本地人 他们潜水 潜水下去 摄影也是写作 某种意义上讲 你观察世界 或者是你通过镜头来观察世界 这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摄影给你框 把世界框在里面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摄影家 但是呢 我自己有的时候是 怎么说呢 读一些图片 它甚至成为我写作的一些资源 我有一组东西叫万寿 写晚清的 实际上我收集了很多晚清的图片 这些图片给我 第一次刘供应该是 昨天就在这 你们在这儿 你要踢 viele 我踢不了 昨天 是吧 我跟树桐跟他们分配到他们两队里面 然后说不是铲球 就要那个分配 不能给爷爷们铲球 爷爷了 这个小孩陪着爷爷们玩 这是个海湾了 这是个幽字形的 是吧 三面是山 这里大概是可以游泳的 对 这里一个酒吧 但是得在那边买完了以后 然后从那边 从这边绕过去 这个大堤 这个大堤我们走了 对 凉快 怎么为什么这块风不然有了 啊 啊 我在上面好像看到过这个长的这个东西 啊 我还没没没往这走过 拍照呢 海应该是那个方向是吧 它四面都是啊 都是反正是 对啊 是倒啊 对对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藏品 藏品里面的主要兴趣在书画 所以咱们俩有点接近 你自己分哪一部分呢 就是比如说是宋代的还是元代的 我的个人兴趣点主要在宋元这一块 宋元 对 另外还有一块呢在博物院院室 就是故宫博物院室 所以院室这块也是我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 他们有课题的 这个课题是什么方向 就是这个故宫文物南迁 南迁 南迁的史料整理 但这个就不是散文了 这个是学术研究了 我在写两种 一种是学术的 一种是这个非虚构的 历史非虚构 你觉得他们主要区别在哪 非虚构他还是按着一个文学的笔法去写 可以好看一点 写得好看一点 我在故宫呢是研究馆员 所以呢我的这个工作的形态比较简单 一方面就是查阅资料 故宫博物院里面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 就是来进行这个勾成 另一方面呢就是写作 我觉得故宫的这个 他的秘密 就是历史的秘密 是永远探索不完的 所以呢我觉得我每一本书 在开始写作的时候 都是一次全新的出发 初永你怎么会想到写历史三文 因为跟你这个专业有关系 我喜欢啊 而且那个我觉得 历史当中的很多真实的 那个细节和事件 不亚于虚构 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清朝的皇帝道光 他是那个清朝最简朴的一个皇帝 省钱到什么份上 早餐都舍不得吃 那不跟苏同余华一样吗 我给你讲一个细节像不像小说 特别像余华老师的小说的细节 早餐呢他就掏出一些散碎的银子给太监 到东华门外买两个烧饼回来 在东华你怎么老穿戴补丁的 对他的龙袍是戴补丁的 这就像小说的虚构一样的 所以历史的真实非常的神奇 这里边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的 就是你那个一个人的 他的那个本性和环境的那关系 对 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是环境会改造人 从道光来看的话 他就是根本就没有被环境改造 对对 你说这个写到散文里面或者非虚构里面 不跟小说一样嘛 他很有力量啊 他有生动的细节 对 非常有力量 所以呢我觉得特别着迷就这些东西 就挖掘不进 历史散文 其实也是形成了一个像流派 像一个传承 对 历史为你所用 但是好像写历史散文的人 还有就是有不少人写历史散文 对对对 历史散文也需要与时俱进 我觉得也是得有些现代性在里面 现代性在里面 他那个散文啊 他一定要有另外的东西 对对对 我同意于华他们对散文的一些意见 就是说中国的当代的散文 是一个很丰富的 一个很开放的这么一种文学的一种种类 散文它可以写故事 也可以不写故事 它可以继续人也可以继续风景 也可以记录一种情绪 它也可以记录一段历史等等 它其实应该是非常宽阔的 因为散文是一个最主要的 它的灵魂是什么 灵魂就是自由 文学学散文大师都在这个屋子里坐着呢 余华老师的散文写得好 我写得不好 我不会写散文 余华的散文就是流传最广的 就是他弹音乐的 对 就是写音乐的 因为他写音乐的东西比别人好看 就是别人你要真正的音乐那种什么 就叫他弹音乐 他的传播能力反而是弱的 就是就是他变成一个专业人 确实别人是做散文看的 随笔 做散文随笔看 写音乐不好写 因为音乐不好找抓手 我现在开始写美术了 真的 真的 收获第一期 明年第一期要发了 当代 中国当代美术 对 散文导师 我觉得你的散文写得好 你这不要 我用不着 我们不是互吹 也要看时机 下次合适的时候 你在吹我的散文 我们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不是 叔叔 你的散文确实写得挺好 那我也不 我也不否认 我个别还可以 杜同的散文 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小说家写的散文 他里边是讲一个事情的 讲一个人物的 他那个散文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写他母亲的 在工厂工作 然后呢 每天那个晚饭 家人吃完以后 最后那个菜的汤 倒到那个饭盒里边 再加上米饭以后 是第二天 带到工厂去的 而且我是知道的 他们都会把它放在 那个工厂的 那个当时都烧柴的 所以放在那个炉灶上面 是热的 能够把它热一下 这个是我们小说 经常见到的场景 所以它唤起的 不是苏彤个人的记忆 唤起了整整 我们一代人的记忆 其实那个苏彤老师的小说 和散文有的时候 界限也不是特别明显 上约流念 趁滑轮车远去 读上去确实都像是散文 像散文 对 界限不明显 我自己我也不觉得 就是小说该一定要怎么写 散文一定要怎么写 对对对 我觉得我脑子里就是 就是那个 这一团东西把它写出来 对对对 当时有个同事 他自己也是写作的 他说大家都说 苏彤写得有意思 很清新 什么清新啊 不就是用散文笔法写小说吗 我印象很深 像那个鲁迅写的那个 从百草原到三维书 写得之生动啊 就他把孩子的那种天性 对 即使是到了那个三维书 那么一个环境完全不一样的 但孩子的天性 仍然没有被破坏掉 对 他们在三维书 就是换一种形式幻化出来 对 鲁迅那个散文写的 其实是孩子的天性 人的天性 但是他鲁迅还有一种散文 武昌慧 真的跟小说一样 武昌慧就完全像那个小说了 如果你要想了解鲁迅的情绪的话 那么最好是去读《野草》这本书 如果你要想了解鲁迅的思想的话 那去读他的杂文 他的杂文太多了 他的杂文比他的小说 比他的散文都要多 你很难用一两篇来那个 因为杂文他是跟人吵架的文章 那个你不能用跟一个人吵架 来表达鲁迅的 他在跟一个时代吵架 一个没落的 一个腐朽的时代 当然这个鲁迅的弟弟 我觉得周作人也是一个伟大的 就你要说我们那个史上 比较一个伟大的散文家 杂文家 就是周家兄弟 开了一路了 对 周作人其实是赵炎是鲁鼠家 是叶赵炎 叶赵炎 对 然后我自己读得比较少 但是我确实觉得周作人这个苦语 这个东西 确实是这苦语两个字 真是蛮能传达他的这个 整个散文的那个调性 对 但他有的又特别纯情 我看过他写一个初恋 写就是很少有的就不像周作人写出来的 就写一个就写一个女孩青梅竹马的一段 我怀疑是跟他也自己切身有关系的 写得极其单纯 极其美好 周作人散文干净讲练 没有雕士 对 这个周氏兄弟就是 确实是了不起的 就是在要说散文 给我们这个文学史的贡献 而且他因为比鲁迅小几岁 他的白话就 就是不像鲁迅还有那个时代的 你看到他的早期的 演化 演化的痕迹 那个到了周作人因为小几岁嘛 他的文字就没有那种感觉到那种 当时那个时代的那种用词啊什么什么 你有没有看过马克思有片什么 叫《神奇的加勒比》 哇 太牛了 就是我觉得比看小说还吸引人 很短 大概也就两三千字吧 他就写他那个几十年前 到那个加勒比的一个小岛上 那个岛是一个旅游的 有点像我们这个岛一样 分界州岛 他到了那个岛上的时候呢 飞机场在那个跑道降落以后 两边都是土 就是只有那个跑道是用那个水泥浇的 其他的都是那个泥土 就是一个像那种栅栏一样的 人就这么出去了 根本就不是 不像没有飞机场 然后呢出去以后呢 是一条那个街道 街道上的所有人呢 都在卖当地的那些旅游产品 就那些土地产品 所有人抽雪茄啊 都是倒地抽的 就是雪茄燃的那头往嘴巴里边 哎呦 哎呦就是 就这么抽那个雪茄 哦 他呢就很好奇 经过一个怀孕的一个女人呢 然后呢就就在那个铺位上 他呢就买了一点东西 跟他做了一个简单的那个交流 然后他就走了 嗯 啪 下一段 就是几十年以后了 当他再飞到这的时候 哇 那个机场 奢华 落地窗 里边空调 出去以后 哇 那个一条街啊 更加繁华了 他又走到了那个铺位上 然后他再走过去 我居然就认出来那个女的了 他就问 你儿子还好吗 然后他说不是啊 这是女儿 哦 所以他就 他的书文 他的那个 那个就叫神奇的加勒比 你看这个 这一笔就太帅了 对对对 用小说笔法写散文 哈哈哈哈 读小说 一般读者的这个 他总是对故事 对 情节有个期待 对 解得好看一点 这句话 虽然说起来很文组组的 就是作家跟读者之间 是有一张 看不见的契约的 比如说一个小说 一个作家 跟一个小说的读者 签的契约 就包含着故事 包含着情节 包含着我对你这个 在这方面的期望 为什么之所以 很多人不爱看 新小说派 就是觉得 这是你们学院研究的 怎么没有故事 那我不看 我拒绝 就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契约 这个作家 闪闻和随笔 大家都是出于 阅读的需要 都是 其实是一种情感按摩 情感交流 情感按摩 就是那种 情感上 你给我来一点就行了 对 对吧 来一点感动 来一点打动 像鲁勋的作品 是他帮你思考 对吧 就是在一个点上 需求不一样 我就说契约的内容 不一样 那张看不见的 契约的条款内容 不一样 差别就在于此吧 散文跟自由 对 跟自由 对 散文其实重感觉 是一种感觉的体验和交流 它把一个很小的感觉 可以放得很大 不依赖于情节故事 所以现在纯粹的散文 就是描写一个风景 然后那个描写一个什么的 太单薄了 散文一定要存在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写历史 我用散文的方式来写 或者像罗兰巴特这样的 就是他有一个极字嘛 那个叫埃菲尔提塔 埃菲尔提塔写得很好 埃菲尔提塔写得很好 它思想性的 因为他晚年写 他母亲的那个 像回忆录一样的 对 一个散文 对对 他写埃菲尔提塔 让我唯一记住一句话 他说你在巴黎 找到看不见埃菲尔提塔 只能在埃菲尔提塔里边 对 这都哲学家的表达 就是修那个埃菲尔提塔的时候 莫波方极力反对 很多当时的知识精英全都反对 对对对 修好了以后 他天天待在埃菲尔提塔 上面吃早餐 也好文化也好 对 或者是那个哲学的也好 对对对 或者是有故事的也好 对对对 另外写历史啊 还不能陷到历史里面去 对啊 就变成一个历史史料的堆积 对对对对 那个也不行 对对对 你必须得有一些现代性的 一些思考性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一些你自己的东西 对对对 有一些你比如说像那个 本雅明写 普鲁斯特的一篇文章 大概有一万多字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散文看的 是啊 你为什么呢 他写的是他在分析那个普鲁斯特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一种 类似像幻觉类的那种感觉 嗯 北雅明的分析是普鲁斯特 由于他有那个哮喘 所以他晚上会呼吸困难 嗯嗯 当年19世纪末的时候 他哪有哪有现在那么好的医疗条件 嗯 他吃的一种一种什么药 一种止咳药 所以呢他经常会产生一种幻觉 所以他的小说的那种意向里边 充满了幻觉 嗯 嗯 所以你看他啊 你看他的有 他的小说里边有一种感觉 比如说他说是 早上醒来以后 当年的窗户不是都是百叶窗吗 嗯 他说那个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 就阳光进来的时候 嗯 就那种感觉哦 以及他还有特别自恋的一种感觉 就是他睡在那个一个心的枕头上 因为他也是贵族嘛 嗯 他那个睡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那个 呃一个丝绸的枕头上 他就像是睡在我自己童年的脸庞上 哦 哈哈哈哈 清新娇嫩 就是一堆这样的描写 这个我觉得北亚明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就是什么的 因为我看他的小说 我看到过那种感觉的嘛 嗯 对 那篇文他写的我觉得 完全不像一个就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写的 嗯 就是完全是像一个散文一样的 对对 他等于是在猜测 对 普鲁士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也是理论文这样 但你也可以把它作为散文 对 对 不亚明自己写散文 駝背小人就是散文 对对对对 法国的哲学家 他的哲学著作和散文是不分的 对对对 包括那个新浪潮电影的很多导演 对对对 写的那些也是散文 对对对 我特别就是推荐咱们的读者能阅读散文 因为散文呢 是作家跟世界的对话 阅读散文呢 实际上也是阅读世界 或者说跟这个世界对话的一个直观的方式 有些散文呢 它不会直接地影响你 但是呢会扩大你的视野 会增强你对散文的思考 让你的散文的比较变得更加的深沉 更加的丰富 比如说这个有冯记才的 关于历史文化的一些散文 张承志的散文 他对这个黄土大地的这样的表述 包括这个石铁笙 他赋予折思冥想的这些散文 他们也不是以故宫为题材的 也不是以这个历史为题材的 但是他们的散文观念 他们对散文的这样的一种宏观的这种把握 这种力量感 会对我这个散文的写作有影响 最好的散文 最好的小说都给你一种突袭感 说得好 就突袭啊 说得好 就是一次突袭 啪一下他头就我说太帅了 帅得和你突袭感 帅你震了 因为我特别怕看那种 就是一方面一母亲一父亲 这种东西你又觉得你需要 但是又很害怕看 我印象最深的那一次 是看一个写回忆父亲 其实说他跟父亲关系一直不好 就是一种非常冷淡的关系 然后最后一笔 他在父亲去世 大概一个月以后 就看到那个盥洗台上 有一只剃须刀 他无意当中 啪哒一下把那个剃须刀的盖子打开了 他父亲的那个胡须茶掉出来 哦 这个太厉害了 他说那是父亲的味道 味道 那太油了吧 我说这种突袭感 对对对 这是 这你会一麻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这个胡须太有冲击力了 对对 太有冲击力了 它有一种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生命延续 这是真实的 这个是够不出来的 对 你把它弄出来 但是呢也容易被忽略 这个需要一个作家的敏锐性在里面 我认为是他的真实 对对 真实一定是真实 这真实 一定是真实 这个是太好了 这不是一般的好 是太好了 而且 震撼 它震撼它是有几方面的 一方面就刚才像那个苏同所说的 就是那个剃须刀 就是那个胡须茶子在里边 味道还留在那个里边 突然发现 哇 这是如此的真实 因为所有的文学 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真实 哪怕是荒诞也好 哪怕是写实也好 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真实 就是你无法找到一个 好像比较更真实的东西了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也是很真实 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 罗兰巴特在写他母亲 去世的一篇文章里边 有一句话 也对我有种偷袭感 他说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形象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嗯 对 这句话你感觉 他跟母亲的情感 就在里边了 好的散文就是 里边有几句话 突然给你带来一种 有冲击力的那种真实感 太有冲击力了 对 他这种突袭感的话 我觉得就是 突然击中你了 你比如像蒙田的散文 他喜欢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比如他里边 曾经讲到过 一个很好的 宽恕的一个故事 他讲到当年 德国的康拉德皇帝 那个率兵包围了 那个巴法利亚公爵的城堡 他显然对那个巴法利亚公爵 是有深仇大恨 所以他就下令 就是不接受 那个巴法利亚公爵的 所有的那个 投降的条件 但是他有那个怜悯之心 允许女人和孩子们 带着他们任何 想带的东西离开 结果当城门一打开以后 所有的女人 都背着他们的丈夫出来了 最后那个康拉德 为之感动 赦免了那个 那个巴法利亚公爵 就是让他们全部离开 这也是属于那种 能够击中人的那种东西 书冲 再说几个 有突袭感 再突袭几个 让我们少看电视书了 看书挺累的 于华的活着的结尾 是有突袭感的 当然我不一再重复 那也是有突袭感的 各位老师 今晚我们就在海边 办一场勾火试会吧 待会我们出去踩踩风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 怎么样 可以吗 好啊 好啊 可以 走 对对对 好 白白白 白白我有点事我先走 好好好 我听说这个海南这边有个失涉 我要去看看 苏彤我们去车吧 好 这个是老牌子了 对 家家都有 不是永久就是凤凰 那个时候还要平票了 飞鸽爱飞鸽 不是我这个车好像迷你好 不是不是 不是你那个车头太滑了 对 自行车比赛 哈哈 对 哇 这舒服啊 下坡了 憋着咋下 不是 我就让它这么冲啊 哦 这多舒服啊 走喽 哇 哈哈哈哈 吓不过瘾啊 这声音没有我们过去的响 对 我们过去的声音响 对 过去是中国是自行车王国 对 李营阳 在古代 这里也是李苗君 山南古风 精品选度 今天 李星星 李营阳 哇 哇 那个海浪你看 西川说 他就是跑到这来看浪来了 真漂亮 这个浪漂亮 这好看 啊 这太漂亮了 哈哈 我觉得这好看 可以可以 我发现那个山涯 这个地方的浪多大 啊 去哪哪哪多大 哎呀 你看这好漂亮 一排一排的 哎呀 是那种小的那个 鹅 鹅染石 好像下面倒了一堆的洗粉一样 又是渡船 又是 小疤 你就去 灵水 但是我 我拿着灵水的这个 他们 这个 施舍出的 灵河施刊 我就不明白 灵水县 为什么出了个灵河施刊 是说这灵河就是灵水啊 还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个咱们的书屋里边看到这个 灵河施舍 他们自己出的小杂志 和他们自己印的那种选集 我就有了一个好奇 我就是想跟这些人碰一碰 看一看 看看他们都写什么 看看他们都读什么 看看他们都关心什么 在不同的地方 不一定有小说的小群体 但是会有诗歌的小群体 就是写诗的朋友 大家聚在一起 我感觉到这个岛上这个 这个车正在召唤我 想让我过去看一看 人和人之间 人和世界之间 人和事物之间 有各种各样的相遇的方式 好像就是这块 我已经看见牌子了 灵水离族自制县 文艺创作交流中心 灵河施舍 青年议员 中国作协施刊社 灵水创作基地 海南省作协 这么多地方 哪儿还都有一创作中心 到了这灵河施舍 灵河 灵水县文艺创作交流中心 够现代的 都是同行 我是西川 西川 您好 刘秋生 秋天生 秋天生的 西川生 Wick 湖南 湖南 我突然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我看你们门口挂了好多牌子 对那个 中国做鞋什么诗刊什么的 啊他们 每年都会下来这边 跟我们有一些 小活动 谁来过呀 都来吕少军啊 吕少军 是看的来得多 他们每年的那个青年诗人都过来 这边 真好啊 错 错 这很现代派嘛 这是谁做的呀 这我 你做的 你够酷的你 这是你创作的什么呢 这是平面海拔 然后那这个也是你做的 对 你是个艺术家 你是学美术的 我学设计 学设计的 我乖乎的 喜欢设计 哎呀 唉呀 真好 你给咱们介绍介绍 咱们都是 这个阿迅他同时也是 也玩音乐 你玩什么音乐 旗塔首 你们有乐队 有乐队 然后这个音乐是摇滚的 还是迷遥啊 迷遥吧 平民谣一点 是有龙 也是唱作人 也是乐队 对对 他们都一个乐队 我们都一起玩的 你们俩是一个乐队 他是主唱 你主唱 那歌词都是自己写的 他写 你们有几个人的乐队 六个五六个 五六个呢 那小伙子 小伙子叫乐能 他的专业是心理学 但是他现在啥都做 包工头 你说心理学 学心理学 西北民大 西北民大 学心理学 学心理学的 包工头 写诗 也卖副食品 对 那你写诗写几年了 年龄不大吧 你哪年代 我是95年的 95的 这是最新一代 你说你这人生 一开始就开得五花八门的 你这个 花开富贵 花开富贵 刚结婚 还刚结婚 那好 祝你新婚幸福 你们这个 跟现代艺术还有关系 你这个 我真是刮目相看 绝对刮目相看 我觉得真不错 然后他们俩又唱 唱民谣 对 对 因为我来的路上 我就在看这个 我看这个后头选的 这个诗歌 又是雪莱 又是韩波 又有徐志摩 然后我本来以为你们那个 芝社的这个 就这个趣味 又是浪漫主义 又是五四运动 结果到这儿 我发现你们都是非常当代的 全是什么当代艺术家 这是前几年 对 因为当时也考虑了 就是我们有另外一部分的 看的人是一些学生 所以我们就有一点 大家只晓了一些作者 就处于这个考虑 但是大部分的 还是放我们会员的作品 对 我也看到 然后我也看到 其中也收了一些古体诗 对 我看古体诗的这几个人 年龄不小 对 基本是退休的 对 所以我能够读出来 他们这个年龄 年龄要大 对 那当代诗歌 不论中外你们都读谁 博画 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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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华也可以 对 百华 因为我这边有两个念法 对 我是有两个念法 对 百华 百华正早 对 这是一伙的 他们俩是一伙的 一伙的 对 外国读谁 外国是排剧这些 还有一个叫 阿巴斯吧 你还读阿巴斯 就是那个伊朗导演 对 随风而行 随风而行 那本书的叙述我写的 是小白书嘛 对 对 他那个都断刊了 我就 我好容易找到一份 很少人读阿巴斯的诗 因为阿巴斯主要是个电影导演 我觉得他的诗是属于那种 久久拿一点出来火一下 像就是像那种撞绳的药一样 撞绳的药 就是平时生活太平淡了 偶尔要用来那种 挤 把那个燃烧一下 解放一下 解放一下 对 你那个崩头你说说你读 你读谁的诗 你读谁的诗 国内和国外的都读 像国内的 猴马 猴马 你还读猴马 最早期 我最爱的像 林鲁达 罗伯特 美国的那个罗伯特 对对对 好好好 林鲁达 就都吸收一下 当代的诗人 如果要是说 把19年到49年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那么到30年代后期 40年代 有几个诗人写得还不错 我觉得爱卿是写得不错 爱卿还是算是一个打诗人 只不过我们现在谈爱卿 谈得少了 但是真正从一个专业的角度 从一个诗人的角度 从一个诗歌写作的角度看 爱卿还是一个重要的诗人 那么还有一位是冯志先生 冯志先生在1942年 当他写他的十四行诗的时候 那个诗歌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 都是令人惊养 其他也有一些诗人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人 郭沫若 爱网书 他们都有写的还不错的作品 像有一首诗叫《夜部十里松原》 是他在日本的时候写的 就是从诗歌本身的角度看 背后的那个泛神论的思想 你能够感受得到 所以我喜欢他们写的 不太有名的那个诗 您这朗诵都朗诵谁的呢 徐志摩的诗 徐志摩 我觉得他的诗呢 这个进行朗诵的时候很浪漫 徐志摩你喜欢他的诗的哪一部 我记得在那个 我最先朗诵的诗 就是他的那首《在北康桥》 在北康桥 当时候我这个朗诵这首诗的时候 我就感觉很享受 就好像自己 真的去到康桥这个地方 在北康桥我并不那么喜欢 但是他有一首诗 叫做《天宁寺文理颤生》 我特别喜欢那首诗 我觉得那首诗写得非常好 还有一个是北京的一个胡同 那首诗写得也还不错 就是从写诗的人看 这诗写得是很饱满 然后不错 当然那个《在北康桥》 是他最有名的诗 越短的比较强 越短朗诵 然后传达的情感 可能就是正好适合 山老师我想问一下 你怎么看待 就是诗歌的《朗读》这一块 《朗读》在我们这儿 实际上被讨论的很少 但是我刚给那个香港晋慧大学 做了一个网课 我在网上有个演讲 就是一个讲座 专门谈的朗诵 朗诵是有特别多的内容的 我自己也做一点 特别疯狂的朗诵 是吧 曾经有一次 站在三层集装箱上 然后拿着个喇叭 打着个鼓 朗读底下有上万人 我带着大家朗读 那个屈原的《邵思宁》 因为我前头是唱摇滚 我要不这么干 那摇滚就彻底把我给吞了 就没意义了 我那朗诵就没意义了 前面是唱摇滚 那个铲子给他搞热了 对 不是 然后我只能这么干 他也是把我逼成这个样 我只能这么干 就是在今天 我们如果谈这个朗诵 所有关于朗诵的话题 都指向 跟朗询好 那么aye 涌 您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看我手机上就应该有 就是一个小视频 是我在德国 参加那个国际诗歌节的时候 做的那个朗诵 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我就拍下来了 我看我能 我应该能找着 特别短 就是我的现场拍 它有个电子约在后面 有点好快 甚至有一点 rap 然后现在还有一种 国际上年轻人玩的朗诵 跟音乐有点像 但是一点音乐都不要 叫做Poetry Slum Poetry Slum就是现场诗歌 现场诗歌呢 是年轻人来了以后 完全凭语言 来发现这个里边的 比如说音乐性也好 什么什么 律动性 律动性也好 不许有音乐伴奏 就是不借助音乐 但是那个朗诵的 那个现场是充满了音乐性 但是是语言本身的那种音乐性 我自己做朗诵 我也玩那个 比如说我有一次在成都的 那个 有个叫白夜酒吧 就是有个诗人叫翟永明 他有个酒吧 我就在他那 我是借着那个 阿拉伯打击乐的那个古典 朗读那个杜甫的球星把手 就是你一配上就会特有意思 就是打击乐 你们能玩打击乐吗 有 也玩打击乐 我是因为开车 所以我有时候听这种音乐 听这种音乐的时候 我也不能光听 跟着他那个音乐背点鼓湿 后来我发现 我发现这种东西 居然是可以走在一块去的 是 第一个 然后你比如说你开始说 比如说 玉露雕商风树林 乌山乌霞气消心 江间波浪 尖天云 赛上风云皆地云 从云两开 踏日落 孤舟一进 顾元兴 寒衣处处催着 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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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宋就有趣了 他就好玩了 他就一下那个现场的那种东西就出来了 这种音乐有一种力量感 力量感 当然不是所有的诗适合 对 不是 不是所有的 就是得让他正好稳和那个节奏走到一块 所以那个好玩 我是那个从岛上来的咱们那个分界州岛的 今天晚上要弄一个诗会 所以咱们就一块儿玩一下吧 玩一下 好吧 那咱们就岛上走吧 岛上走 好 既然大家都已经聚到分界州岛了 那么都是作家 不都是作家 但是都跟那个写作有关系 所以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朗诵会 而且这个朗诵会除了我们已经在岛上的这几个人 也应该把那个临水线的那些年轻人 一块儿请到岛上 一块儿做这个朗诵会 在海边上 我给老师带点诗集 好 对 岛上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书屋 我就把这个搁到那个书屋里边 可以可以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临水本地的诗集 好好好 还有什么别的 别的本地的诗集 都有 还有一本 《海色应天》 这个 《上海相应》 这是谁的 国内我们 还有我们的 百村诗话集 一起写我们的各个村庄的 太好了 我们那个书 现在正在征集书 正往里边搁的 好好好 那咱们一会儿就在那碰 好 好 好嘞 这就是说是那个叫什么 古堡 古堡 就说那个古堡 要不上去瞄一眼 走 把这个地方做书房嘛 啊 谁有把这个地方做书 那些年轻男女到这里要读读书啊 就做这个可以好可以看露天电影还是 这不是一个露天电影院吗 音乐台还是 对 这可以搞个朗诵会 没有 就是啊 读书也不一定 这可以搞个朗诵会 这个 这个是一个露天电影院的格局 一个露天剧场的格局 上面不是就坐着 对 在中间是那个眼睛 对 这个地方真不错 对 晚上诗会可以在这办 可以可以 我跟西川说一声 刚才这个建的这几个诗社的这个社员 还有一些意思 没有当中吧 就是年龄大一点 年龄小一点 干什么 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如果他写作还有个方向的话 也决定了他的方向 就是他大概写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他大概的阅读的那个范围 他的那个 一些趣味 一些文学趣味 就是肯定是跟他的生活有关系 但是每一个人的写作跟生活都有关系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生活 他们的生活我倒是觉得很鲜活 就是又写东西 同时又有自己忙活的一件事 跟那个只是坐在书斋里边 写点东西 跟那样的作家 所谓的作家或者诗人 还不太一样 还不太一样 这挺好 挺好 就是一种生活 散文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一个特别泛的概念 就是散文相对来讲的那个概念叫运文 只要不押韵 全是散文 这是一个从大的这个这个面讲 那么这个就是散文 所以呢这个散文这个话题就太大了 中国古代的文字呢 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诗歌的特点 有几个人物的作品 关注一下 一个是鲁迅 大家一想到鲁迅 就想到鲁迅是一个小说家 鲁迅是一个思想家 但是实际上鲁迅有一本散文诗集 叫野草 它对于现代诗歌的意义很大 那么鲁迅的这个散文诗呢 它实际上是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 就是波德莱尔是法国的现代主义的开山鼻祖 波德莱尔最有名的书 一个是他的诗集叫《恶之花》 这个是我要求我的学生们 读的现代诗歌里边的第一本 就是你应该读《恶之花》 如果你不读《恶之花》 你等于跟现代文学没有关系 波德莱尔还有一本散文诗集 这本散文诗集叫做《巴黎的忧郁》 那么如果你读了《巴黎的忧郁》 你再读读鲁迅的野草 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鲁迅他是一个跟当时的世界文学 跟当时的世界上的思想 跟当时的甚至学术界的一些进展 跟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 鲁迅是一个了解全世界文化动向的人 那么如果我想到随笔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几个重要的国外的随笔作家 一个是法国的蒙田 蒙田随笔 那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 也是思想作品 那么还有一个英国的培根 培根的随笔 也是非常棒 那么散文这个东西 能够谈的东西太多了 你可以谈一段历史 你可以谈一个观念 你可以谈一种社会现象 都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谈你自己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限的 而散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能够使你跨越这些 你看不见的这些范围 这些边界 进入到另外一个对话关系当中 这个对话关系 对于精神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精神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